- 欸可是君說如果將來你的 比如說演唱會規模越來越大 你可能就真的要養一個固定的核心的team怎麼辦呢 就是會 我覺得應該說 呃 看自己的能力啊 慢慢的去發展 對啊 對啊那時候你各唱可能不是一場兩場是巡迴 而且都是北流以上的 你可能真的要一個核心團隊欸 目前就是跟圓火合作 圓火也out sourcing很多東西出去 但是就是ok啦 我覺得目前來說都還算是做得順 因為比如說像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你現在有一些聲量你要不要 你又都自己當老闆 你知道很多的 就跟開店會開更多分店規模變大一樣 你要不要簽藝人 然後我都覺得我沒有辦法 是沒辦法還是時間沒到 就是沒有我 因為我覺得簽藝人啊 就跟養員工一樣 是一樣啊 你要給他一個很完善的 嗯 照顧 搞不好你花在他的心力要比自己更多更多 對絕對是 如果今天我要今天要簽一個新人的話 我絕對是 投入所有的資源 而且 而且我不會簽很長的月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七年起跳啊 但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七年起跳 那真的得看我給他多少東西了 因為青春真的是一個很 那這倒是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我剛剛說三年 我就覺得時間有點差距 差三歲我就覺得有點差距 你七年 如果七年你沒有幫他做出什麼東西 那他就跟這實在脫離啊 他要再 真的有什麼 新的東西 或者是再有什麼突破 就會變得很困難 嗯 所以我覺得 養心人這件事情不容易啊 嗯 會不會到40的時候 你就開始換這個想法了 我覺得有可能啊 對啊 我覺得有可能 或是有足夠的資源的時候 欸如果你40了 然後還上我節目 我覺得是我比較厲害了 還是啊 哈哈哈哈 咦 咦 你真的蠻厲害的 我覺得十年後 我還可以訪問到你喔 你哥你還不想退休啊 欸我我現在對退休有新的解釋欸 哦 就是我可能 不養員工不開公司 但是你還是會做你新的事 但是我做我喜歡的事情 比如說我還是可以幫北流主持國際會議 我還是可以做廣播節目 我還是可以跟Zap合作 然後幫他們訪問日本藝人 就是我還是可以做這個事情啊 那我沒有上下班啊 我也沒有養員工 對對對 所以我對退休有一個新的看法 我覺得我 如果老了應該也是這種的 你離老還很遠啊 我說如果嘛 我說如果 人會一直變啊 真的很難講 不過30歲雖然你那時候在想演唱會這件事情 但你有想過說那 這接下來十年 或接下來這個階段 我要做哪些事情是我沒做過的了嗎 呃 其實我一直在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都還蠻是短期 短期規劃的 沒有長期的那種 比較少真的很長期的 嗯 的目標啦 因為都覺得 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個成就達成 然後我都覺得我都可以退休了 我都達到我夢想 已經遠遠的超過我最剛開始想要進演一圈 然後想要當歌手的預期了 我從來沒有 你這種好像就是拿到奧斯卡獎就說 欸我第一次入圍就得獎 那我是不是要開始走下坡啊 就是已經成就到了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心態比較 開心快樂跟舒服健康的一種方式 你知道嗎 就是我每達到一個新的事情 我都覺得 哇好開心我又做到什麼 我又跟哪一個藝人合作 然後最近又認識誰了 然後發了我發了一張專輯 我可以在北流開演唱會 我可以開五千人演唱會 我可以在海外巡演 海外巡演就是我接下來的規劃 所以我今年自己的新的規劃 就把去年上漲的北流演唱會 帶到海外去 暗部就班 就暗部就班 對而且逐步往上 這感覺很棒啊 對啊 對啊 挺好的 挺好的啊 感覺沒有不理想的部分發生 真的蠻少的 OK 沒關係他太健康了 哈哈哈 不是大家都像我一樣 因為你自律又很自發性 但是其實你有一個 沒有那麼刻意或強求的性格 是 對 但是你只要有達到 你就會非常的有成就感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健康的一個心態 是 嗯 對 所以這個階段 你應該是把你的實力墊更厚 嗯 對 就是一直 等到那個 讓自己學習 等到那個厚度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你再慢慢的 去影響更多的後面要進來的人 啊 對 對對對 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到達那個 真的有那個能力跟資源可以去戴心的人 你知道嗎 嗯 你覺得這個厚度要花多少時間 我覺得 這可能是一種 你知道我看那個 謝謝 我現在是想要就是往戲劇去發展看看 OK 對 因為現在 像去年前年投入戲劇的演出 對我來說會是一個蠻清新又蠻 開心的一件事情 哦 很像在放假 我的朋友對戲劇的興趣都是投資方 就是我們可以投這一部嗎 這樣子 兩千萬 會不會太少 就是他們的想法是這一種 對 對 我的就是表演 對你是前面 不是很純粹啦 就是我我到現在還是就是從小 嗯 呃 第一個偶像是周杰倫 然後看了很多港片 看了很多四大天王的東西 然後覺得 呃 我希望在我自己認知的大明星 嗯 就是可以 呃 可以歌可以演 其實我覺得羅君說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你的養分是非常台灣長大的孩子會有的特特有的個性 就是有香港的養分有日本的養分 也有台灣自己的養分 是 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以為就是 大家會想說我唱饒舌 那我 我 我的第一個 那個 嗯 饒舌歌手的偶像是什麼 應該是阿姆嘛 阿姆啊 還是 還是 Begis 啊 Tupac 啊 沒有 我 我 我的第一個我 好像是 瘦子 哈哈哈哈哈 我是因為他 this滿人的歌 我才覺得華語饒舌非常屌的 OK OK 所以 所以其實呃 在那之前我在去研究 華語饒舌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hiphop 什麼是 饒舌 我就是一個真正就是一個從花蓮出來的一個超級平凡人 嗯 然後追尋著我覺得的夢想 但是你公逢其盛剛好饒舌整個起來的timing 就是運氣很好的 哦 對啊 對啊 有時候這跟timing有有很大的關係 是我覺得是我覺得是 嗯 公逢其盛是很重要 出的早跟出的剛好差很大 對 嗯 對 對對對 好我們最後要聽哪一首歌 呃 最後要聽呃 在這張專輯裡面比較饒舌的作品 嗯 比較hiphop的作品 叫Judas 然後Judas這首歌其實就是在講說呃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變了就是 嗯 就是 有嗎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不管是心態啊 或是 或是對 我覺得至少對台灣年輕時代來講 你是一個很friendly又很熟悉的臉孔 啊 謝謝謝謝 真的啊 但不知道欸 可能是現在真的要 呃 接觸到的人太多了 我沒辦法分配給每一個人的時間都一樣 嗯 就是像以前一樣 其實當阿福跟我說 你要走通告的時候我都有點 欸 我以為以你的趴數是不要 我哪有什麼趴數啊 哈哈哈哈 我是什麼趴 我什麼咖 我不走通告 對啊 我就有這種反應啊 我覺得 呃 對我來說這些這些都還是我自己很 呃 喜歡的事情 是是是 然後 然後當然我會覺得 呃 超過30歲 然後然後隨著年紀的成長會覺得 自己應該把重心更 更 花更多在自己身上 嗯 然後周圍的人也要跟一些志同道合 的人 一起 然後到不同不相為謀嘛 嗯 那當然 當你到不同不相為謀的時候 嗯 就會有一些到不同的人 覺得你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Judas就這樣出來 Judas就出來 他就說你就是Judas 但是我就會回答 你又不是Jesus 哈哈哈哈 說得好 所以 所以呃 我覺得 這沒有什麼對或錯啦 本來就沒有啦 就是大家 大家有些人想改變 有些人想要維持一樣 而且每一個人 大家走路不一樣 一個人生有很多的階段 他自然 他自然 會變的時候 他就會往他變的方向去了 是啊 就像你班上五個同學 會有50種人生 在畢業後長出去嘛 對 對啊 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嗯 然後我自己又是很喜歡 呃 不停的改變 然後去調整自己 是 所以我覺得這改變是 必然 原來這哥這麼勵志 嗯 然後只是帶來一點負面的情緒 就跟這些人說 你不是Jesus 你也不是God 這對我來講 還不算太負面了 OK Judas 好我們最後就來聽這個歌 也再次謝謝Judson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